为汉语我用多年的努力 飘洋过海的来学习 为了学好汉语 我连把一试都呼吸都曾奔赴联系 语言从没没能让我的 一直以为辛苦而放弃 为了汉语尽力 我每天都要求自己坚持下去 汉语它总是慢慢的累积 在我脑中放过去 为了我的梦想 我就拒绝忘的时候 都忍着不放弃 怎么样 好听吧 刚才这段旋律是来自泰国小城姑娘杨金玉的自弹自唱 她结合学汉语的经历和感受 把一首飘洋过海来看你 填词改编成了飘洋过海来学汉语 不仅能写词 杨金玉还会二胡古征胡鲁斯等中国乐器 书法国画她也不在话下 来看看这位宝藏女孩的故事 大家好 我叫杨金玉 今年二十三岁 我是泰国人 出生于南邦小城 从小杨金玉就喜欢看中国电视剧 尤其是古装剧 而如沐染夏 她开始学习汉语以及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我叫崇 中学就开始学了汉语 也慢慢了自学 书法 国画还有中国乐器 比如古征 竹笛 葫芦斯 二胡等 大家好 我叫杨金玉 来自美丽的微笑国度泰国 与汉语结缘多年 2019年她有机会登上了汉语桥的舞台 一口流利的中文和熟练演奏中国传统乐器 让她捧得了泰国赛区的冠军奖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 quanto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